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至于现在是有一套我的审美体系 北京其实就是后来真的是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到我的 北京帮助到我其实是在这边认识了很多很多厉害的音乐人 厉害制作人 有最好的资源 生活 刚来北京的时候确实不习惯 然后当时北京的食物 北方食物我也不太习惯 你觉得现在北京是传说中的美食荒谬 我觉得还可以 一个是北京有很多其他地方的菜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喜欢上了吃串羊肉 所以我就觉得还可以 然后在北京找不到特别地道的重庆的好吃 这怎么办 游记 真的很有用 当天上午打包 下午发快递 第二天锅一热就可以吃 最近我写歌特别爱用北京的地名 我也感觉北京每个地方 它所代表了一种生活 每个地方它所代表了一类人群 比如说中关村 有一天我去修炼脑 然后 真的会去实体修炼 就是要那个件 然后那个件就是得去 然后我有点着急 我就开车去 我看中关村的高楼大厦 然后大家背着双肩包 就是在心情工作 然后你当你到了国贸 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你到了石沙海 后海 另外一个感觉 到了三立屯 包括又到旺京 什么又是另外的感觉 所以现在我特别爱用地名 我觉得每个地名可以代表一种状态 科兴狂欢这个概念 其实是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跟同事们偶然想出来的 但是其实那段时间 因为我没怎么出门 就在家里面待着 其实当下很多人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 都没有办法很长地出门 所以我做这张专辑的初衷 就是希望专辑里面的歌曲 能够让你就算在家里待着 也能够从歌曲里面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多元 这个世界的奇妙 其实之前的经历也很有局限 但是到现在写东西的灵感 很多不来源于自己本身了 来源于可能我所听到的 见到的 包括从一些小事引发了思考 有可能在过几年 我身上又积累了很多事情 很多的经历 又可以重新倒回头来写自己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他所经历的事情 他所见到的世界 他的视角都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就像在看一本书一样 共同创作 共同聊的过程 我觉得也能够吸收很多 最近我就是觉得这一个半月 开了很多次笑 有一些是在你写旋律的时候 你突然有一个 哇 就是感觉是灵感爆炸的时候 你就会写出一个 大家都觉得哇塞 那种很好听的旋律 有可能有时候就两个音 三个音 就很妙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极度的满足 包括还有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因为每天都得上声乐课 所以就是突然你会觉得 这个音以前唱的会有点吃力的 现在就超级轻松 就这种开窍的时候 就是会很兴奋的 我觉得你不太能成为谁 很难 只能成为自己 首先是我写的东西 都是我真正想到的 感受到的 经历到的 或者真正从别人那里吸收的 从文学作品中吸收的 是我有感而发的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人 算是个艺人 其实你是会被很多人看到 所以你有义务要去传递一些 正向的 理性的 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我都能兼顾 但是这是一个很难的路 就是得慢慢尝试 慢慢走 我最近几年状态 就是一直在纠结 然后自己通过思考 打破纠结 拍这个戏 我说 哎呀我好难 我家喻不了 然后后面我会想 我说 为什么我家喻不了 是不是我还没有 足够的学习 或者是还不能 家喻这样的角色 我也想那以后可能 通过更好的学习 去诠释好这个角色 包括在生活中 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就是一直在怀疑 然后打消怀疑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经历 就是慢慢成长 那你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 满意吗 我挺满意的 就是我不需要到金字塔肩上 但是我当然也希望自己很努力 可以一直往前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我很喜欢很满足的状态 但是周围的人会对你有更高的期望吗 我觉得做好自己 在现在这个位置很舒服的是 你可以有时间去交自己的朋友 有时间去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可以挑选喜欢的工作做 然后可以有平台 有地方让自己输出 自己想输出的事情 给别人听到你的作品 我觉得很舒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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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s 这一边 有点 你 我 你 为什么